要找你找一个好样子 我没成一样 你干一个养猪 你这个熊样 你吃醋了 师姐 谁这是 我们家你姐夫尿糟的 那不吃醋了吗 妈呀 姐夫啊 哎呀 你这扯不扯 我心里一下子我贴上了两天 妈呀 误会了 你个想的可美 我老头儿还能跟你接受啊 这是我老头儿 这猪是给他扔的 这猪给他扔的 老猪给他扔的 走吧咱俩回家没有咱俩事呢 那我得说 大妹啊 这老猪还行啊这人呢 快走快走 但是你老猪你放开啊 咱回家呢没有咱俩事 你去哪儿去 姐夫 姐夫 姐夫对不起啊 我误会了 哎呀 谢谢姐夫 两个小刑师 秦总 其实我早就秦总李呢 她找到箑师 trousers 他咋得多满一腿 那一 那等一 我先家酱健康 哈哈哈 哎呀 东东东东西 可是你carami南家 你们别拍号啦 我幼主啦 哈哈哈 不错 梁佛达老师 看了这个小评以后 您是如何点评 今天有一点呢 就突然让我们觉得 那个误会有点小问题了 为啥说那句话漏了呢 他都是内心独白 不是说给他俩听的 过去想念喝加多宝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梁茶领导者加多宝 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 本山选谁上春晚的第二季 别忘了关注加多宝梁茶 关注本山选谁上春晚 畅想更多的开心快乐 欢迎at 辽宁卫视 加多宝本山选谁上春晚 at 辽宁卫视 新浪微博腾讯微信 参与互动交流 欢迎登陆新浪腾讯 搜狐网易凤凰优酷 爱奇艺PPS风行讯 来土豆网 浏览节目新闻 构想快乐生活 梁红达老师 看了这个小评以后 您是如何点评 这个结构设置得非常巧妙 但是越是结构设置巧妙 越需要演员的尺寸把握得好 如果有一句 真是把底刨一点 这个喜剧效果就出不来了 所以说两个人的台词上 不是像以往那样 要往大了时 而是要往回收 必须得收在分寸里边 这一点这个小光和田尔玛 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这我得特别提一下 这个卡姐啊 在这一场的表演 是非常出色的 你得在其中不停地 两边压 两边调 如果你这块不压住的话 她这冒一点 这个戏就出来了 就大了 所以就说卡姐 在这场的表现 我认为是非常到位的 卡姐的这个表演呢 让我真的认为 她是一大姐了 就是已经 把这个女人演得 唯妙唯笑了 但是呢 我要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卡姐 可能因为我们 从头到尾呢 都是因为都是一个误会 但是呢 中间有一点呢 就突然让我们觉得 那个误会 有点小问题了 就是中间有一个台词说 这不是什么动物世界吗 然后你们两个怎么 就是为了谁跟我 好像有一段 你其实已经挑明了 说他们俩是跟你的 如果那个台词 稍微变一下 说你们俩 漏底了 对 已经漏底了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你的台词是说 你们俩吵什么吵啊 咱们来比比看吧 可能就会好一点 为啥说那句话漏了呢 他都是内心独白 不是说给他俩听的 明白吗 你要跟自己说 哎呀妈 这战争世界这俩人 他这观众就理解了 就是这里边需要 每一句台词都是精确的 让对方误会的 剩下的心里独白 就不能说出去 心里独白就是小嘟吶 嘟吶之后直到 这是心里话 又不说不行 不说观众不知道 你的心里反应 所以这里头有少走神 就觉得你们来抢他来了 就观众思维会乱 表演就是能看出 我们这个演员的功底 还是非常深厚的 你看能讲能唱还能打 这个田娃那根 都给我吓一大跳 两个人那个对唱那个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做的直接直接气氛 一下子就起来了 那块我觉得设计的 非常巧妙 好 谢谢四位听众 精彩的电视 好